一起動動腦 檸檬哥 檸檬哥 你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瓢蟲 牠常常在葉子上面出現 我在我媽媽種的花上面發現的 牠是好蟲嗎 牠會不會把媽媽種的花吃光光 萌萌 你不用擔心 瓢蟲是一種好的昆蟲 牠會幫忙把壞的蟲子給吃掉 牠是好的瓢蟲 那我要趕快把它放回去 我媽媽的花盆裡面 牠才會把壞蟲子吃光光 然後媽媽的花就可以長得很漂亮 萌萌 等一下 既然你手上有瓢蟲 放哥哥想借這個機會 問問看小朋友還有萌萌 好不好 要問什麼呢 哥哥今天要問小朋友 昆蟲的顏色 這邊有三張圖片 分別是 萌萌手上的瓢蟲 第二張圖片 敲行蟲 第三張圖片 炸萌 想請問小朋友 這三種昆蟲分別是什麼顏色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看 嫖蟲是什麼顏色 是綠色的 還是黑色的 還是紅色的底黑色圓點呢 小朋友動動腦連連看 想一想喔 嗯 嗯 啊 嫖蟲是紅色底黑圓點的 沒錯 萌萌 嫖蟲呢就是紅色的底黑色圓點 嫖蟲其實又分很多種 像Momo手上這隻嫖蟲 它叫七星嫖蟲喔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它的一個翅膀有三個點點 另外一邊也有三個黑色圓點 這樣就是六個了 欸 還少一個啊 再看仔細一點喔 中間有一個圓點 這樣就是七個 所以它叫七星嫖蟲 欸 對耶 它有七個圓點 嗯 檸檬哥哥 它有點臭臭的耶 喔 萌萌不用擔心 那是因為 嫖蟲在遇到危險的時候呢 就會散發出臭臭的味道 它就可以趁機逃跑囉 哇 嫖蟲好厲害喔 沒錯 嫖蟲很厲害吧 那我們再來看一看 第二張圖片 敲行蟲是什麼顏色呢 是綠色的 還是黑色的呢 敲行蟲 敲行蟲 我好像有看過 啊 敲行蟲是黑色的 卡通裡面有演過喔 敲行蟲都是演外人 看起來好可怕喔 萌萌 你不用害怕 敲行蟲呢 的確是黑色的 它會看起來很可怕 是因為 它頭上 有兩個像夾子一樣的大鱷 所以看起來感覺很兇 但是小朋友不用擔心 這個是因為 它要去搶奪食物 或是爭奪地盤用的 萌萌 不用害怕喔 那我們再來看一看 第三張圖片 炸萌 是什麼顏色的呢 炸萌 炸萌是綠色的 它會跳過來跳過去 跳過來跳過去喔 沒錯 萌萌 炸萌就是綠色的 而且它的雙腳非常有力氣喔 它可以一跳 比自己的身體還要多十幾倍的距離耶 哇 炸萌這麼厲害 可以跳這麼遠喔 對啊 炸萌很厲害吧 萌萌 我們要趕快把瓢蟲 放回媽媽的盆在上面啊 都忘記了啦 下一次再來跟著檸檬哥哥 還有萌萌一起動動腦 連連看喔 拜拜